打贊的資訊 首先歡迎大家 心情留下我來到我們這個科學廣場 我們還是按照慣例 先歡迎一下我們的新朋友 其實包括躺下來的朋友 小朋友 您是第一次來到假日科學廣場這個活動 可不可以舉個手讓我們認識一下 OK 今天有集組 我們其他的老朋友歡迎他們一下好不好 謝謝 我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假日科學廣場這個計畫 還有這個活動的主持人 我是中央大學物理系的朱慶奇 非常感謝國科會還有中央大學 為我們這個活動的經費的支持 使我們到目前為止都可以在不收費的情況下 每個禮拜持續的舉辦這個活動 當然也非常感謝各位朋友們你們的支持 讓我們 給我們很多的意見回饋 讓我們可以越辦越好 那今天邀請到這位講師是我的好朋友 老朋友 那他是廠徑大學的通識中心的物理老師 邱韻如 邱教授 那我過去給他取過一個外號 叫做科學活力媽媽 就是你很難想像有人他可以就是 就是要什麼 不計酬勞 就是其實是沒有酬勞 完全義務的 然後幾乎每個禮拜都到小學去 為這些小朋友辦各樣的科學的活動 那各位可以看到我們今天準備東西非常之多 就是很複雜 然後東西很瑣碎 那這樣的工作其實是需要非常高度的耐心 還有熱忱才有辦法持續做下去的 那邱韻老師在物理教育界非常多年 然後他目前除了是這個物理教育學會的理事以外 也幫科學會刊寫文章 然後在科普的這個領域他是貢獻非常的多 那我剛剛有說過就是他的外號叫科學活力媽媽 所以今天因為有很多小朋友 所以我們希望小朋友都可以玩得非常的高興 那對大人而言我們來想一件事情 我們常常在我們的日常生活裡頭 一天到晚說什麼福利啊 這些東西 甚至有時候會說密度啊 那再更誇張一點 更專有名詞一點 可能會說什麼比重啊 這些東西 那些東西到底是什麼 我們有沒有可能透過一些實作 然後真實的去體會這些東西 他內在的科學遺憾是什麼 所以今天我們的活動大致上會這樣安排 非常的精彩 然後請各位爸爸媽媽家長們 可以盡量協助小朋友 然後注意小朋友的安全 那今天你看很少有一個科學活動 又有雞蛋 又有葡萄乾 又有公園醋 如果您進來的時候發現這個地方 還要汽水 還要血病 如果進來發現這個教室充滿了奇怪的味道 忍耐一下這個是醋 所以真的是很少有一個科學活動 你看又吃又玩 那我們待會兒邱老師就會介紹 今天要帶回家吃的是什麼東西 那我今天 我現在就把這個時間 交給我們邱映如教授 請大家以後列上分開 來 大家好 今天我要玩水 還要玩蛋 還要喝汽水 還要吃葡萄乾 最後要把蛋吃掉 吃完了才可以走 所以你不會把蛋打破 打破就沒得吃了 好 我們今天的題目是 什麼 福福成成 炭救濟 就是要搞清楚他在幹什麼 對不對 所以有些東西今天會浮起來 有些東西會沉下去 有些東西他今天又會沉又會浮 那我們來看看 好 我們來看看哪些東西會沉 哪些東西會浮 那個螢幕在那邊 好 來 我們今天的活動分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 我們會講一些有的沒的的東西 那第二單元有沒有看到有四個活動 那今天最主要的第一個活動 會叫做雞蛋浮在死海上 死海 好恐怖 好 那這個活動要把雞蛋給玩完了以後 等一下我們的蘇嶺哥哥會幫我們煮 聽說是茶葉蛋啦 所以我們要趕快把蛋給玩完以後 要給他煮蛋 煮完蛋之後我們才能吃蛋 那我們今天玩的遊戲裡面 有很多的材料我們都要重複使用 所以不要亂丟 OK 都用好幾次 這樣回覆環保的原則 好 那一開始我們要先動動腦筋 到底什麼東西會沉 什麼東西會浮 好 第一個 雞蛋放到水裡去會怎麼樣 雞蛋放到水裡去會怎麼樣 雞蛋 收會沉的舉手 好 收會服的舉手 好 收不定的舉手 好 放下 我們再丟進去看看 等一下裡面也會有丟雞蛋的動作 丟雞蛋可不可以這樣給他扣 這樣他就破掉了 所以一定要輕輕的 很溫柔的輕輕的給他放下去 然後會怎麼樣 等一下你自己丟 不丟 等一下自己丟 都看 好 輕輕的放下去 你不要噗通下去 好 再來 第二個是什麼 黏土 等一下會有玩黏土 黏土放到水裡去會怎麼樣 會沉還會服 看你把黏土弄成什麼樣子 對不對 所以等一下我們玩的黏土 不是一坨給他下去 我們要坐一艘船 所以我們比賽的時候是這樣 大概是每一家有兩份黏土 所以每一家的材料是一樣的 不要去A別家的 每一家的黏土份量是一樣的 所以你們每一家要坐一艘船 那個船是要會服的 不要給他沉下去 沉下去變鐵達尼好了 好 那個黏土呢 船 黏土船等一下要做什麼呢 我們要比賽 不是比造型 但是造型不能太醜 我們要比誰的船可以載最多東西 所以我們今天準備了高級彈珠 超高級的齁 很大顆齁 這不可以吃齁 這個是彈珠不可以吃齁 然後看誰家的船可以放最多彈珠 賣一家就有獲勝 OK 所以你等下要幫你的船取個名字 看是什麼號 美麗號 還是彈珠號 還是鐵達號 還是鐵達號 好 再來 下面是什麼 那彈珠放進去會怎麼樣 冰塊咧 好 等一下我們 朱麗哥哥做了一個超大的冰塊 我還沒有看到他不知道長什麼樣子 好 來 唉唷 哪一個 你看到哪一個 來 誰看到哪一個 看到哪個帥哥 鞭達 好 有沒有人知道誰是誰啊 來 這是在講什麼 曹操 曹操 蛤 曹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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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稱相對不對 曹操是誰啊 曹操 曹操的兒子 曹操有幾個兒子 他說七個 三個 二十個 他隨便猜的 他有沒有別的答案 我還覺得只有兩個 你只有兩個 一個 一個都一個 好 有一個叫曹操 有一個叫曹 一個叫曹子 一個叫曹P 至少就三個了對不對 還有曹操 曹圈 曹一 曹二 曹三 曹四 總共加起來 曹操 曹操 曹操聽說有二十幾個 你猜對了 你好瞭解他 他們家有很多兒子 這個叫曹操 好 那他為什麼要稱相 因為曹操 曹操想知道那一頭大象有多重 那就給他撐就好了 有什麼問題 因為沒有人做那麼大的蹭 對不對 那要怎麼辦 把大象切 切切 不行喔 還會說不行 來 怎麼做 把石頭放在床上 把石頭放在床上就知道大象有多重 不是要化而去刻度 要去刻度 那你會不會做 你不會是不是 好 下次去牽頭大象來 我們來做這個實驗 好 然後有空再講這個故事 來 再來這邊還有講什麼 阿姬女的 阿姬女的在幹嘛 在洗澡 在洗澡 跟福利有什麼關係 他就是這樣發現福利 那你洗澡的時候有沒有 就這樣發現福利了 沒有 但是你真的不會福 然後你發現你不會福對不對 如果你要 蛤 你太重了對不對 那我告訴你一個地方 你下去就一定會福 石海 石海 等一下我們就去石海 好 來 我們先看下一頁 欸 下面還有一個什麼 那一座山有沒有 那個山叫做冰山 鐵達尼厚種的那一個 鐵達尼厚種的那一座 那個冰山 來 長在旁邊還有一個溫度計 有沒有看到 這個梅莉的溫度計 有一個名字叫做 茄莉略溫度計 但是茄莉略發明的溫度計 其實不是長得這樣 只是現在很多物理器材 都會給他取上科學家的名字 茄莉略是發明溫度計 最早的 但是不是長這樣 這個非常的漂亮 有沒有人會看這個的溫度 我們要待在有空的時候 或者思考一下 我們最後會講 這有大隻的跟小隻的 可以從這裡就可以知道現在幾度 有熱度 有熱度 這兩隻的溫度不一樣 可是這邊跟這邊不一樣 哪一隻比較準 我不知道這兩隻現在目前的答案不一樣 我覺得它比較準 因為我好熱 我比較相信它 來 好 先從這裡來 對 這裡比較好玩 對不對 好 我們就開始先來做遊戲 先請注意 這座遊戲的時候要有水 又有蛋 很危險 所以要注意你們安全 還有注意秩序 如果秩序太亂的話 我們可能遊戲只玩兩個就下課了 如果大家秩序好 我們才能夠繼續往下進行 到最後一個叫做吃蛋 上面沒有寫的 完蛋要先從這裡開始 按一個蛋頭先生 蛋頭先生 你看蛋頭先生在那邊幹嘛 看報紙 剛有個小朋友說他太重了 所以扶不起來對不對 不是你太重的關係 你去對地方你都會扶起來 要去這裡 來 這裡是什麼地方呢 死海 欸 這是真的人 他正在躺在那邊看報紙 姐姐 點那個連結 下面有個連結有沒有看到 有 請朱姊姊幫我們點連結 我們看一下影片 YouTube 兩分多鐘 聲音 重放 我們看著 重放 好 往南 往四海方向開 其實應該說一往下開 因為四海是全球最低的地方 低於水平面四百公尺 我們看著岸邊的以色列美女 寬衣解代 大家都知道 比一般海水的鹹度多出六倍的這裡 只要一下水就能浮起來 但是沒有真的下水 不太相信 就算真的下水 還是覺得有夠神奇 之後浮力有多大呢 只要浮水三十公分 就可以全身浮起來 不過沒有來過這邊的人 不要以為看報紙 讀雜誌 很輕鬆 如果你身上有小傷口的話 絕對你捅得要人命 泡在死海裡 其實摸摸自己 有點像是泡在潤環油裡 泡了很久 手也不會皺 其實不會游泳也無所謂 因為放輕鬆的泡著 才是最高準則 這是最高的地方 健康的地方 你從來看過 你怎麼看過 這是水 就是這些結晶鹽 讓死海裡滿滿都是礦物質 不但能知風濕疼痛 也是美容盛品 從過去的埃及艾後 到最近火紅的貝克漢夫婦 都是死海泥的死中擁護者 不過由於天然死海泥有營養 同樣也富含細菌 讓經過殺菌的死海泥產品 讓全世界都能享受死海等級的美容 然而為什麼死海的鹽份那麼高 我們也要搞清楚 坐上四輪驅動車 尋找這些鹽巴是從哪裡來的 死海為什麼那麼閒呢 我們來到死海上方 大概十公里處的這個地方 他們叫這裡 鹽山 我們來證明給你看 我們隨便敲一塊 就可以看到 這裡面全部都是鹽巴的結晶 事實上 這裡的人告訴我們 八千萬年前 這裡全部整片山 都是沉默在海底之下 所以才會有這麼多的鹽巴 整座山的鹽巴 經過雨水沖刷流進死海 就這樣幾千年來 死海一直都是皇宮貴族的美容聖地 也是頂級休閒的品味象徵 TVB是馬歐步牆招架起 在撕裂死海的採訪 死海 好 有沒有人知道 剛剛有講嗎 為什麼叫死海 為什麼不叫活海要叫死海 不知道 鹽分太高沒有像這個 對 它鹽分很高 太鹹了 大型的生物沒有辦法在裡面生存 那個細菌 小的OK 但是大型的不行 OK 所以它裡面幾乎沒有什麼生物 所以叫死海 可是最近有一些有新的報導 最近有新的報導是說 死海的湖底有一些水進來 所以好像還是會有一些生物 那因為它鹽很多 然後太陽一直蒸發 所以它就越來越鹹 它非常的鹹 所以你們看到剛剛影片裡面的人 躺在撕海上面都有一個很基本的動作 叫做頭要抬起來 為什麼 因為你如果頭這樣下去 對不對 你游泳的時候 你很厲害 就躺著對不對 然後水這樣 然後眼睛會怎麼樣 有時候不小心是不是眼睛會噴到水 那噴到游泳池的水沒關係 噴到撕海的水會怎麼樣 非常的刺 非常的刺 OK 所以你看每個人頭都抬著 這樣比較安全 不會被噴到 然後你的手如果有傷口的話 等一下小朋友如果手裡有傷口的話 你日到鹽巴水去試試看 你就啊 會很刺 所以有傷口的到撕海去就會很慘 這樣很鹹 好 還有佛弦這邊有說 剛剛影片有講 它的一般海水的8.6倍 所以很鹹 比海水還要鹹很多 那它的那個海平面 是比我們一般的海平面 還要低400公尺 所以它是全世界最低的 所以它叫做地球的島宅 肚臍 它很低 OK 好 那這邊是有一些死海的報導 剛剛講說有的人說死海不再死 這個是10月5號的新聞 那這些新聞我網頁上有 等一下告訴你們在哪裡 然後之前還有一張很驚爆的照片 這是限制級的 18歲以下等一下不要看 就是有一個攝影師 他就找了很多人去裡面 去那邊PO 光光照相 他的目的是幹嘛 是讓大家重視死海 重視這個死海的環境 他說到2050年死海會消失 越來越小 所以我現在要放限制級的鏡頭 大家趕快 眼睛該張的該閉的自己注意一下 有看到什麼 沒有 都怎麼有這張照片你知道嗎 他拍了這張PO 光光 對不對 結果這個人給他跑進去了 結果這個人給他跑進去了 就被他看光光了 好 好 好 接下去我們就要開始我們的雞蛋浮在死海上的活動了 你需要的 雞蛋來了對不對 好 雞蛋怎麼樣 我看不到 如何可以讓雞蛋浮起來 雞蛋涮起來 加鹽巴 加鹽巴 對不對 所以我們等一下 每一組呢 會有 等一下 杯子 杯子 秀 舉高一下好不好 杯子 我這邊沒有 大杯子 加鹽巴 可以打高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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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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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盆 等一下 等一下 我先腳踝再翻 免得大家看到盆就想泡下去了 杯子給我一個 來 大杯子 對對對 好 來 等一下用這個做實驗 這個大杯子 然後 把你的雞蛋 輕輕的給他放下去 不用不用的 好 然後 你的 旁邊的住宅哥哥或姊姊會想辦法給你水 那就把水倒進去 好 你的美麗助教姊姊開始為我們服務了 好 我們看看等一下那個雞蛋會成還是會服 成 對不對 好 現在我要湯浮起來要怎麼做呢 加鹽巴 加鹽巴 鹽巴不要整包給我倒下去 會鹹死它 我們有一個小碟子 還有小湯匙 就開始 慢慢加 慢慢加 然後給它攪拌 同一支湯匙不要又加鹽巴又攪拌 又攪拌 我們用吸管攪拌 輕輕攪拌 OK 然後直接加加 加到 你的雞蛋 不浮不沉 如果都浮起來會沒什麼嗎 就把鹽巴弄倒進去很斜 它就浮起來 對不對 鹽巴加得不夠它就沉嘛 對不對 你要加到 剛剛好 讓這個雞蛋剛好在這個杯子的中間 又不浮又不沉 那個任務才成功 我要看哪一組先達到你的任務 好 所以你們的道具是 袋 杯子 鹽巴 打拌器 旁邊有水跟抹布帶定 那你們在做的時候 為了怕你們把它打翻 這個盆只是給你接水用的 就是這樣子 好 你要這樣子做實驗 萬一不小心發生了什麼事情 只會在這個盆裡面發生 OK 這樣才會把我們桌子弄翻 好 來 等一下 財道發好之後我們要計時 不可以玩太久 計時八分鐘 看每一組哪一組先打到任務 打到任務的先舉手 OK 來 我們現在請葛高的發器材給我們 要讓他在中間不符不成 對 所以你現在太鹹了 太鹹了 對啊 不符不成 哇這個這麼大了 對啊 等一下他們那個鹹水要怎麼 是不是打個水桶給他們回收 好 然後再來換那個醋蛋水 你看 沒有 我都很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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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 來過來一下 成功的組別 請發一瓶氣神 好 葡萄乾 看小黑子 給他們喝 不是 給他喝看 先不要胡亂當氣枕跟氣枕 不等於喔 對 先發一體來對不對 剩下不夠再發吧 好 要說好多多 看 還是等一下好 好 先切開 先切開 好 不知道不知道報告 等一下 就先做報告 好 等一下就把鹽水倒掉 旗下先留著 好 要換醋 但是我想先給他看普通膽 好 我想先給他看普通膽 好 好 好 沒關係 還是先醋蛋好了 好 這樣才不會太發 又太亂 所以OK就給愛情 我看不要加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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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會很小 還是很慢 好像還是很慢 還是很慢 還是等一下 我們還是先玩普通膽 我本來是想說先玩普通膽 還是先玩普通膽 對 好 還要來組 還沒有完成的 喔 成功了 還 還沒成功的舉手 還沒成功的 失敗的舉手 繼續努力 所以我給八分鐘 好像太長了 對不對 你失敗了 你失敗了 你不要把雞蛋閒死 現在才六分鐘 好 全部成功 你們都這麼厲害 等一下給你玩的 更刺激的 好 成功的人 已經成功的人 發現已經八很多對不對 對 可以給他加一些下去 看你的蛋可以扶多高 可以扶多高 可以露多少 剛剛有些主要露點的對不對 成功的人 拆開點 看他可以露多少 看他會跳出來 看他會跳出來 不要太激動 尾巴很貴的 在家會不會露多一點 好不好 小八點 看他會跳出來 在家會跳出來 小八點 看這個 那邊都到了 反正鹽巴很貼 那輔片桃 這是要你看看會不會福底現在更高 朱學姐說已經過了九分半 我們已經完成兩個任務了 來 現在請大家停下你首約的工作 我們要玩更精采的 請注意聽我講 來 請來 聽我說 剛剛我們第一個任務是讓你的雞蛋不服不成 對不對 所以你那個加鹽巴不能加太多也不能加太少 要加到剛剛好 OK 第二個任務比較簡單 就給它一直加對不對 然後其他就真的漏點了 就浮起來了 可是能不能浮半顆蛋出來 不行 不行 不行對不對 知道為什麼 你這麼閒啊 為什麼不能浮更多 再加更多鹽巴 能不能再讓它浮多一點出來 不行 因為沒有鹽巴 問我那個雞蛋不能直的 一定要橫的 對齁 他說雞蛋為什麼是躺的 它不站起來 是不是 很好 我也不知道 你要問那隻雞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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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的蛋液 他們的雞生雞蛋大概是只能 你們的雞生雞蛋是很冷 你們的雞生雞蛋是很冷 我們比較懶要躺著 我們站立 好 來 你看你鹽巴再加更多 你的雞蛋只能浮到一個程度 不能再浮更多更多出來 因為我們的水能夠溶解的鹽有一定的限度 不能把所有的鹽通通都溶解 有些鹽你看你腳半邊是不是沉在下面 你再加這個還是沉在下面 對不對 好 所以鹽不能溶太多 它只溶一個程度 OK 好 現在我們要做一個更精彩的 剛剛你們雞蛋本來是沉 後來變成浮 在中間後來變浮對不對 現在我們要做一個實驗 讓雞蛋這樣子 沉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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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好 因為你們剛剛很厲害 所以我們要課員生家的活動 來 你們剛剛那哥哥可以說有味道醋 對不對 因為他們打翻醋彈子 好 是在嗎 這個水 來 我先示範一下 根據哥哥給我的配方 好 朱姐姐把醋打開了 好 這是這樣子 這一杯等一下會發給你 等一下你們 我先講清楚 等一下你們的材料 等一下哥哥那邊有水桶 把你們的那個鹹水給他倒掉 雞蛋跟杯子留著 只要把你那個鹹的水 還有鹽巴還給哥哥 那個鹹水倒掉 那我們要換什麼呢 來 先換這個叫做小蘇打 好 好 不用不用不用 醋 你不用水嗎 齁 手蘇打給他倒下去 齁 好 然後 醋 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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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蛋 沒有我的蛋 我的蛋在這裡 我的蛋在這裡 你先丟蛋嗎 加點水吧 加點水吧 來 他說什麼 他說什麼 加點水吧 攪拌一下 好 好 借一下啊 好 先攪拌一下 讓他溶解一下 免得太粉了對不對 好 來 倒醋 你們等一下用的醋是他們打翻的醋 好 好 倒醋 倒 先倒吧 你倒了 我美麗的助理 來 倒醋 倒 先倒吧 不惜成本 知道 你要夠多 我蛋下去才會浮浮沉沉啊 所以要夠多啊 他給我這麼大的杯子 好多泡泡喔 為什麼要這麼多泡泡呢 因為 醋太傷成本了 這個給我們這麼大的杯子 這樣子太浪費醋了 好 我們換你們等一下用的杯子 唉唷 有這麼多泡嗎 啤酒 啤酒 不要喝 我們淑莉哥哥為了這個實驗 每天在這邊玩醋 所以他們最近這邊都是酸味 好 美了 像啤酒一樣 不要喝喔 然後就把你的可愛的蛋的輕輕的給他放下去 輕輕的放 好 然後呢就認真的看 努力的看 看他等一下會不會浮起來 然後浮起來之後看他會不會再下去 等一下你們實驗看看 這樣知道怎麼做嗎 好 好 來我們請大家把你的鹹水給倒掉 到哥哥那邊 然後 雞蛋留著 然後哥哥會發醋給你 跟發小蘇打給你 好 根據我們蘇立哥哥的指示 你直接把等一下哥哥發給你的醋 就直接倒進去了 不要再加水了 直接倒醋進去 然後就很多泡泡 很多泡泡 泡泡產生之後再把你的雞蛋放進去 我的蛋沒有沈起來 欸 浮起來了 這還沒有沈一樣 沿著飛逼到 但是不會沈 喔 他浮起來但是還沒沈 浮了以後等一下會沈下去 對 一開始是沈嘛對不對 一開始你丟進去他就浮了 對 他進去他就沈 然後就上來了嘛 好 欸 他已經上來了嘛 對 你看他們的他們還是沈嘛 對 可是他們的已經浮起來了 會有影響啦 但是 主要是氣泡 看泡泡的多少 因為他泡很多 他是那些泡泡 把雞蛋包住 泡 這樣就好有肉圈 所以你等一下泡泡別的雞蛋 哈哈哈哈 現在因為泡泡很多 所以他就浮起來 看 然後那邊他沒起來 就是因為他們的泡泡還不夠 看 那泡泡不夠他們就浮不起來了 對 可不可以 看 泡泡我去看 嗯 你看會浮會浮浮成沈嗎 那現在怎麼有在沈一個浮 呃 沈沈這邊氣泡不夠多 對 然後浮了一下 然後人家氣泡過多 你要把他氣泡撕掉 對啊對啊 你們的蛋是浮的對不對 對啊都浮的 可是你看 你看他們的是沈的有沒有 你知道嗎 沒有這樣 你們永遠浮著對不對 你們是沈對不對 你們的 沒浮起來齁 你們的 還在努力 他還在努力產生泡 沒有浮起來 他們都浮起來齁 對不對 那你們的沒有齁 那你們的沒有齁 你們都浮起來齁 那你們的沒有齁 就給他加啊 就給他加啊 如果還有的話 如果還有的話 蛤 他浮起來有沒有沈下去 欸 又下去了 又上來了 有沒有 欸 你們的蛋最關 我看你們的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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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沒有再有點上下蛋 有對不對 所以他很乖 這一個就不上來對不對 好 我們剛剛 我們看到有一組 他們的蛋很乖 會上上下下跑 啊 有些組呢 蛋在下面都不上來對不對 有些組呢 蛋在上面都不下去對不對 你們會不會上上下下跑 不會 不會是不是 好 為什麼有的蛋是浮 有的蛋是成 為什麼那顆蛋最乖 還會上上下下跑 他會浮起來 是因為什麼 因為你有給他裝游泳圈對不對 不是 對不對 他剛剛是不是有很多 是 是吧 你看他身上 是不是很多游泳圈 很多泡泡 有沒有齁 那我們剛剛加的是什麼東西 小樹打 還有醋對不對 小樹打跟醋下去 就會產生很多的泡泡 然後加上他跟蛋殼 會反應會產生很多泡泡 那泡泡把它的雞蛋包起來 包得夠的話 又浮起來了 那泡泡如果破掉 破掉 破掉 破掉一些之後 它就下去了 然後再包起來 它就再上來 好 那你把那個 浮的人把那個蛋的泡泡 把它弄掉一點 它會不會沉下去 好 好 那 那個蛋給它泡太久 等一下變酸蛋 我們等一下要吃的時候 就會有點麻煩 對不對 好 好 所以現在我們還要考量 我們的煮蛋時間 我們如果蛋不結束的話 等一下蛋來不及煮好 我們就來不及吃 好 所以呢 我們要準備收拾你的菜蛋 又看到很多氣泡 然後你會想到什麼 很想喝對不對 可是我們又不能喝對不對 所以我們發汽水跟你喝好了 好 臉盆先收起來啦 喝汽水再放個臉盆 好像很難看對不對 好 臉盆先收起來等一下再發 好 來 哥哥們請每一組發一瓶氣水 還有小杯子還有葡萄乾 好 實用的方法是這樣 好 實用的方法是這樣 太錯了 好 不要搖喔 不要搖喔 好 等一下每一組 等一下每一組 來 好 聽我講喔 我可以搖喔 我們最後一個活動 每一組 需要一個汽水瓶 所以你們要喝掉一瓶 一瓶可以留著 先喝一瓶 不要每瓶都開 先喝一瓶 然後呢 第一個動作先倒汽水 然後呢 給它丟兩三顆葡萄乾進去 然後 不可以馬上吃喔 要怎麼做呢 先用眼睛看你的葡萄乾 上上下下 至少跑個五抗之後 才可以喝掉 好 你的葡萄乾下去之後 它會 跟剛剛的雞蛋一樣 它會 上下 上下 的跑 看到葡萄乾有運動的話 才可以喝 OK 好 那哥哥 把葡萄乾給你 好 汽水自己倒 好 開始喝汽水 倒汽水 你們 葡萄乾有沒有在運動 沒有 不乖 葡萄乾不乖 你們剛剛雞蛋也沒浮起來 有 有 好 葡萄乾有沒有浮起來 欸 你怕我一來它就浮起來 好 你乖 它還要下去喔 要跑五燙才能喝 好 那一顆 那一顆 你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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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s 那馬馬馬的葡萄乾比較乖 對 那馬馬的葡萄乾你再乖 ق 好 臥書 去上廁所已經好了 好,沒關係,喝不完的話,一瓶喝不完的話,等一下這瓶還要用,你要不要做實驗的,空腹要做實驗。 好,好,來,好,現在請安靜,安靜,安靜,剛剛我已經聽到很多人在想說,為什麼,為什麼葡萄乾這麼乖,會上來又下去,又上來又下去,有誰知道可以告訴我們,葡萄乾不乖了,等一下再泡它,等一下。 因為它那個周圍有去泡泡,有沒有注意看一下葡萄乾,它掉進去之後,旁邊是不是有很多泡泡,這就是為什麼要發汽水給你的關係,如果不是汽水倒水的話,你回去可以實驗看看,沒有泡泡它就扶不起來,對不對。 那剛剛之前上課前就有葡萄就問我說,老師為什麼人家發雪屁,會不能發可樂? 可樂是黑泡包嗎? 可樂是黑的,這樣不容易觀察,那你回家可以倒可樂看看也可以,那剛剛有人說,為什麼不發沙事?你回家就實驗看看也可以,好,那我們葡萄乾丟進去之後,你看那個葡萄乾外面是包了很多泡泡,就跟我這一顆蛋一樣。 你看看我的蛋,欸這個蛋可以拿去煮欸,等一下就吃不到這一顆了,好,它後面有很多泡泡,那泡泡會讓它,會浮起來對不對,就好像你在游泳池裡面,你不是套游泳圈嗎?就浮起來,它浮上來之後,有時候泡泡就破掉好幾顆,它破掉之後,它就變重了,它就躲了,它又下去了,然後下去之後它又有個泡,又把它包住,它又上來了,所以這個原理跟剛剛的雞蛋其實是蠻像的,我告訴你,你看看我的蛋,欸這個蛋還可以拿去煮欸,等一下就吃不到這一顆了,好,它後面有很多泡泡,那泡泡會讓它,會浮起來對不對,就好像你在游泡� 然後把它倒出來,這顆蛋不要等一下變酸蛋,哥哥說其實泡更久一點也可以做另外一種產品啊,可是這樣我吃不到啊,他說可以做酸蛋是不是,我不曉得醋蛋,可能有些媽媽會,好,來,那葡萄乾留著,自己繼續喝,不要打飯了喔,那個汽水等一下喝完一瓶,我們等一下做實驗,好,沒喝完都慢慢喝,好, 大家有沒有人要抗議葡萄乾不乖的什麼的,來給妳抗議,來,好,我加鹽巴還是浮起來,你還加鹽巴喔,葡萄乾可能說太鹹了,會想起來嗎,可以嗎,可是我的沒有那個,妳在葡萄乾也不乖是不是,我葡萄乾不乖,那妳當然換其他顆進去,那幾顆不乖,換其他顆進去,好,來, 我們已經吃掉很多東西了嘛,對不對,好,還有什麼,下一個,我從氣到那裡去了,等一下,好,老師好,還有沒有人在葡萄乾有問題的,葡萄乾活動 沒有,好,之前還有小朋友問我一個問題,我們剛剛不是做那個雞蛋,然後給他加鹽巴對不對,然後加加加加,然後他就浮上來了對不對,好,然後就想問我一個很好的問題,他說,老師,加糖可不可以? 來,對喔,加糖可不可以? 不行,不行 好,說不行的,誰說不行? 來,為什麼?加糖或什麼不行? 剛剛那個雞蛋那個實驗,沒有電了 沒有,我剛剛講的不是那個醋的那個實驗,是我們第一個做的那個實驗,雞蛋加鹽巴的那個實驗,把鹽巴換成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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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可不可以? 可以 誰說可以的? 剛剛誰說可以,來,為什麼可以? 因為他們兩個是溶解的 可以溶解,是不是 好,你們回家做實驗 你們家應該有雞蛋,有鹽巴,有糖對不對 可以做實驗看看,看他到底會不會浮起來 好,不告訴你,回去做實驗看看 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來 好,這就是我們剛剛做的這個醋蛋實驗 好 好,原土蛋豬賽來了 好,緊張緊張,很刺激 好,要怎麼玩呢? 來 點進去 好,就是這樣子 來,注意看 我剛剛講過我們每一組會有兩包黏土 那做成船的話有各種形狀 然後等一下就做成船 然後就丟彈珠進去 我們今天用的是高級彈珠 很容易成船的 好,那你在做的時候 不要像這個一樣 把彈珠都塞滿了 大家把這艘船放進去 我跟你講一定會成的 你要把你的船身放進去 然後彈珠一顆一顆的丟 OK 然後我們整個人請幫我們看一下 哪一家的船可以裝最多彈珠的 我們要挑前幾名來這邊PK 因為我們12組都來PK 我們就PK到5點,PK不完 好,所以我們看哪一組的那個成績 就可以裝最多彈珠的那兩、三組 我們來這邊比賽 這樣子 那請你把船做偏軟一點 不要破掉 好 好,我們把照片放大 這位老闆很開心 做得很漂亮的船 香蕉船 裝太多彈珠 一放到去的城了 好,所以要一顆一顆慢慢的做 來,現在請你發 水盆 瓶子請保管好 等一下要用的 然後每一組有兩包黏土 然後還有一桶彈珠 那個汽水自己保管好 好啊 好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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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來 穿 、來 去 走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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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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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